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给大家 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五花果高压 今天呢我会进行一系列的高压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呢我们看我这些呢就是已经提醒的环科剥皮 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些高压都是无剥皮的高压 可是这次呢我就是决定使用剥皮的方式来去把这些五花果的枝条高压掉 然后我已经提醒的去这样弄 然后我们这个五花果的剥皮高压呢也不用完全的弄干净了 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会给这个枝条做成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呢让我们的五花果容易长根而已 所以我们完全都可以这样做 好我都已经全部都提醒弄了这个 好现在呢我会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这边有个枝条 正在来三个果 好我现在呢会做一个在这里 好我现在会做一个剥皮 给大家来看一下 大概会做成两个哈 一个大概这个地方来 好我还转一个 我看那边就是百香果 我都还没有时间去绣枝了 好我现在会做一个剥皮在这边 剥皮的话我们会靠近这个节点的哈 这个节点 节点 节点 好这里 那这宽度我们就是 尽量哈利用在这个节点的范围之内 尽量哈利用在这个节点的范围之内 好这样子 啊从这边到这边我就是会维持在这个节点之内嘛 哈这里到这里嘛 然后这个节点大概两公分的宽度 好现在呢我就是会 拿一些哪些配土啊 配土里面的有椰盒啊 然后刀盒 然后稀土 然后这边的袋子已经准备好 这样子 好现在会开始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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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嗯 底下的部分呢 哈我们 可以 再做一个 另外一个 你解了哈 我们不能剪光哈 剪光它没有新芽 没有萌萌 没有办法 猛发新的芽点来就不行了哈 所以我们会留大概两到三个芽点 反正我们剪 剪掉这高压之后 它还可以掌心的 噴茶来 然后呢我们会使用这个胚土 然后这包我们记得胚土要放在这缓喝的 啊 两色都一样分布 缓喝的分布在这个配土的中间 好 还这样薄 好 将来 这样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这个五花果的高压 好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四位 其他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 赞留下 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